无数粉丝对我的梯子非常感兴趣 几年以来不断天天都有人问 你这个梯子在哪买的怎么样 好不好重不重 使用起来方不方便 安不安全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双边我给这个梯子做一个改装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几块墙瓷 今天我就要把它装在我的梯子上 这个墙瓷 然后用的是不锈钢的螺丝 我们直接把它拧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问了 你在梯子上装四块磁铁干什么呢 看像我们这些小螺丝 在干活的时候 把这个螺丝可以吸在这个上面 我们用梯子在安灯的时候 往往就是手托着灯 这个时候拿着电钻 你又没有第三只手 这个小螺丝把它吸到这个磁铁上 是非常方便的 当你拿取的时候是很方便 不光要装几个磁铁 我还要在梯子上打两个孔 现在呢我要从这个梯子的侧面开一个孔 开这个孔的好处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拖着灯 当你拧螺丝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松手这么一把电钻 就可以拧螺丝了 这样是比较方便 说不然呢 我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梯子 我这个梯子的总高度呢 可以升高到1.7米 它一共有几步呢 这是这个梯子的最大优点 123456 同款1米7的梯子能达到6步的 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梯子呢 它布局多 布局多的好处呢 就是和我们上楼梯是一样的 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一次探两个台阶 这你感觉就 哎呀 这太累了 是吧 但是呢 它布局短了以后 哎 你每走一步呢 都比较轻松 和我们上楼梯的感觉是一样的 它的另一个优点呢 是这个梯子在中间的四个踏板 这一面他们做了宽踏板 这个宽踏板呢 我们踩在脚上的时候呢 不会那么累 这一点经常使用梯子的师傅 或者安丹的师傅 体验应该比较明显 再一个就是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说它这个稳定性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梯子 在稳定性方面 它做了哪些 看到这边的这两片钢板了吗 当这两块填板打开的时候啊 支撑起来以后 它是很硬的 它不像中间酸一根绳那样 它是软的 这个是硬制的 两边打开以后呢 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在梯子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升级了 做了十字支撑 这个十字支撑呢 也是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 也不用考虑 它的脚套呢 是做了这种马蹄形的防滑脚套 这个梯子呢 在收放的时候是非常自如的 这边它是有卡扣的 这个卡扣子要搬一下 是非常松滑的 折叠起来的总高度呢 只有67厘米 这样呢 我们在收纳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放到我们的车里 或者我们到小区干活的时候 放到我们的小推车上 非常方便 我们业主自己买回家里面 比如说插玻璃啊 收拾收拾物子 用的话 收纳起来呢 可以直接放到它的柜子里面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暗灯师傅 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个它的独特功能 比如说客户家有一个榻榻米 或者有一个床 我们灯呢 离的距离比较远 我们的梯子够不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延伸它的另一个功能 我们的梯子呢 这边可以折叠 这边可以支撑到地上 这样我们在安装灯的时候呢 到这个位置 我们离灯的距离就更近了 大家在考虑它的沉重方面呢 我们自己测试的是 有时候我们装一个大灯的时候 一个人拖不住 同时就是上两个人加一个灯 妥妥的没有问题 具体它的沉重能力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官方的数据 这个梯子的重量呢 达到9公斤多一点 是9公斤啊 所以说它的铝材呢 全部都是加厚的 这一点大家不用质疑 如果大家还想知道 它有什么奇特的功能 可以自己去开发 这款梯子呢 我用了大概4年了吧 然后我身边有好几个师傅也在用 我的粉丝呢 大概咨询我买过的 应该有个几百个吧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款梯子呢 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